谁将有5SUV新境界 IX35北京现代 他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也是当代最著名的外交战略家 他为中美关系的开启与发展 贡献着毕生之力 两岸领导人温家宝马英九互相呼应 共同支持签订ECFA 但是面对民进党压力 ECFA的未来是否存在变数 如何防止保守势力借题反扑 民调低迷的马英九是否连任有望 专访两岸资深媒体人王上志 财经点对点 星期天晚上六点半 凤凰卫视资讯台 如日中天之时他放弃名利 卸甲归田 七七事变之后 他组织回族群企抗日 他带领的回民支队 被称为功无不克的铁军 他是回族抗日英雄马本斋 中联众科我的中国心 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 泰国的红山军再次发动大规模示威 要求总理下台 军方严阵以待 多国发出旅游警告 重创当地旅游业 何亮亮为您解读事件来龙去脉 另外墨西哥电信大亨斯利姆 被福布斯列为全球首富 取代微软主席盖茨 成为首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富豪 真龙时事烈亮点 星期一晚上凤凰卫视中安台 甲康米在记者当中提出了一个语言 你不断来呼唤就是 你觉得谈了半天 其实关键现在能够做的应该是 还是开成物业税 请表达你的看法 我强调的这个制度建设的角度 我认为现在特别值得推进的一个重要的改革事项 就是推出房地产税 也就是大家所称的物业税 物业税本身引起了很多误解 老百姓有一种恐惧心理 我现在交了物业费 怎么政府还要再给我增加负担 那么我提案里边 我建议把它直称为房地产税 那么在具体的推出的过程中间 要特别的考虑 中国已经形成了渐进改革的路径依赖 他要处理这个改革之前之后 实际上价位会在平均水平上 不同的土地创造金跟他的匹配关系 要处理现在的 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手上 拿着自己产权房这些人 它可承受的这样的一个亮度 所以我建议第一步 一般商品住宅不要被它覆盖 但是管理上很好认定的 独立别墅豪华公寓 可以考虑先行覆盖 独立别墅 如果政府能够明确的掌握好 第一套住宅的这个信息 那么一定标准之下的 居民自有的第一套住房 可以考虑永不时征 况且这个部分是目前当前可做 也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 看到它的成效 是的 关键是要先把制度框架建立起来 把这个制度的力量 进入到遏制 现在肆无忌惮的 把房价提高 好谢谢来 现在最大的物须就是这个问题 现在有人提出 要把这个商业地产 先征物业税 或者别墅先征物业税 错误的 为什么 各位你告诉理由 稍等一下 为什么错 请取识 第一个错在哪里 第一说商业地产 商业地产根本没有起来 给它征物业税 有什么意义 第二 什么住别墅还要征物业税 根本谁有多人住别墅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住宅问题 住宅问题怎么解决 刚才那两个物页事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稍等来 王委员请 关键是 家委员说这情况 很多地方 房地产水 我们现在就开征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开征过房地产水 五年都到 现在就有房产税 但是 现在的税 跟我说的税 不是一回事 你听我说 也有土地私用水 也有房产水 那么现在房产水和土地水 标明是对房地产商争的 但是和商业地产争的 实际上说 这个房地产商这个私用水 和这个土地私用水 都夹在了老百姓身上 所以说现在出的物业水 是两个水中合并来征收的 这个水真是意义 好多人都还没有研究头 此次在这 王在这说 要先知道这个水 为什么要开成物业水 还是要进一步去看看 那物业水真是意义 我看下场下的嘉宾 回应是如何 至少贾委员在提完之 我所看到的大会当中 也提前出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看现场 你认为贾委员的提案是可行的 物业税的开征来讲 首先先从这种豪宅来开始 对不对 包括别墅开始 你觉得可行举赞成 下面的句反对 三二一 我们看看现场的嘉宾反应是如何 我想请一下第一次发言 来请来这边 还有旁边那位小姐是赞成的 刚好你们两个先过来 来请发言 我是同意贾康委员的这个意见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住房里边 有一部分是刚性需求 但是也不排除有投资的 那么他这个做法就是可以提高 住房的保有成本 这样的话可以使我们的住房消费 更理性 而且呢 我们现在这个房价高 它不是全国性的 就是北京一些重大的 这个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 一些小县城和中等城市 房价并不高 所以他这样的做法呢 可以使我们对房价有一个很好的预期 这个我是同意贾康委员的做 说到物业税 对 物业税的问题 就是刚才我这个观点 也是这次我提案提到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商业地产应该是降低门槛 因为现在有投资类投机类和炒房全跑住宅上去了 把住宅挤得很挤呀 如果要是把商业地产 把他的这个 我这次提案 把央行的121号文件给他修改一下 把商业地产的这个税啊费啊和他的限制降低以后 有可能这部分投资类投机类的炒房呢 有可能进入商业地产 贾康 商业地产现在是有被房产税覆盖的这样一个制度框架 关键是现在的这个商业地产这个税负 它没有一个每隔一段时间重拼税机的机制 合理的机制应该是把商业地产和其他地产放在一起 都纳入这样一个每隔一段时间重拼税机的这样一个机制中运行 李宥远所说的他的税负合理调整我赞成 如果说他现在偏高了 在新的税制设计里可以考虑 调低让我话话说完调低 但是李宥远后面一句话我绝对不赞成 说别墅有多少他不是别墅有多还是少的问题 是住别墅的人他应该更多的承担税负的问题 这个税负记录国库应该反过来去资助 低收入阶层 这样一个再问败制度的问题 我是来自青海的一位律师 全国政协委员 我基本上同意咱们任志强先生的很多观点 当然贾康委员的有些观点有合理性 但是他提出的这些问题 我认为有些是杯水车薪的问题 刚才这位博士谈到了一个伪命题的问题 和我们进入了一个误区的问题 就是说你用这些方式能不能勾置房价的高低的问题 我们现在都是把棒子打在企业开发商的身上 实际上我们最主要的问题现在是要看 为什么房价高了 老百姓买不起房子 为什么怎么样去遏制 我们政府要反思这个问题 这个是政府解决的问题 不是企业家解决的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刚才那位先生提的很对 现在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我们的住房的保有量 一个是房屋的就是购买的这个购买力 我们要把它分开 我们就想政府收取的这些拍卖地价的分云中 如果拿出像任先生说的一大批来进行这个公 这个租赁房啊 连价房啊 还治于社会 解决老百姓的租赁的住房的使用的这样的话 有些问题呢 也可能遏制下来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 不是探讨用这些方式去怎么样解决 我想从高层决层几层呢 怎么样来看 你从民生的这个问题上 政府怎么样解决一个财政投民的问题 你把这些收入了以后你干了啥呢 一个财政投民的一个 一个是一些腐败的问题 由于政府推波重拦 导致了房价的高 呃 标高 贾康说的 贾康说的开征物业水 物业水呢 分成层次来征 这个来说 我是辞职的 而且这些人来 就他说那个第一套房子 面征或者永久性面征 这就是属于包装的这种方法 那么我也说 对这个第一套投资的 或者是对这个 别墅了 或者是拥有量的 这些的加征一点 百分之 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 在美国 你主不